欢迎回到2016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的现场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所有候选人彼此之间的交叉结问 这个阶段最能够产生火花 那么提问者有一分半的时间针对两位候选人来提问 而回答者则各有三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那么这个阶段的交叉结问会有两大回合 总共六轮的提问与交锋 那么第一回合的交叉结问 我们还是依照抽签顺序 先请朱立伦先生提问时间一分半 谢谢主持人 我今天主要还是要关心大家全民的健康 跟美国猪肉含瘦肉精猪肉进口的问题 朱立伦非常清楚 我们绝不贸然开放进口 因为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我们吃猪肉的是欧美的七倍 是日本的三倍 同时我们吃了很多的内脏 所以一定要建立台湾自己的安全标准 可是上一次蔡主席在辩论会当中 让大家吓了一跳 因为她已经同意做一个大转弯 同意进口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民进党以前都坚持林检出 一直都说那叫毒猪毒牛 蔡主席你今天立场为何转变 是六月到美国去之后的秘密行程 承诺了美国人吗 你的政策转弯之前 请问有没有跟猪农沟通过 有没有跟我们所有的国人沟通 有没有办过任何一场公厅会 这就是您所谓的鹰派的黑箱作业吗 我们这样的决策模式 就是无条件的接受其他国家的要求 这也就是你的谈判能力吗 我们怎么可以出卖猪笼 不顾国人的健康 宋主席请教一下 对于这样不沟通 就急转弯的一个决策模式 你放心这样子的鹰派决策模式吗 请问您对开放美猪的看法 先请宋楚衣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朱主席 刚刚您这个问题 其实上次我已经在其他的场合里面都谈过了 那就是对于瘦肉精会影响到我们国人的健康的问题 是全民最关心的食安问题 宋楚衣指正之后 不会容忍任何在食安上面的问题 轻做任何的让步 和让这些黑心的 或者是任何有问题的食品 再进到台湾的市场 这是我非常坚定而明确的主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牵涉到我们大家所关心的 这会不会是美国给我们的一些压力 让我们将来加入到TPP 里面会有一些影响 我必须要引用 美国驻台协会的我们的代表 他曾经也向我们提醒过 那就是我们要加入TPP 不纯然 只是美国人答应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关 因此这个问题 不全然只是瘦肉精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这样很明确的说 就是上次我为什么用强烈保留 那就是我在参选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我们的logo 一个方的一个圆的 方的是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 圆的是要圆滑和圆润的去讨论事情 而交集起来一方一员就是什么 那就是台湾 我们为了台湾的利益 我们不能纵容这样的事情 我提出一个见解 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将来会请我们的代表 去跟美国人说 我如果将来你们一定要 进瘦肉精的猪肉到台湾 你能不能同意 台湾把它制成的一个 美国人最喜欢吃的那个 那个猪肉干 我们再回送到美国去 好不好 如果他们同意 我们也是一个办法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们先吃吃看 吃吃看以后 证明都很安全了以后 我们还来做也不迟吧 但是真正的问题 关键在食安 台湾看到顶心的这些食安的问题 产生很大的忧虑 我们这些好的猪肉 我们一年真正需要的猪油 超过六万吨 但是我们台糖只能产五千吨 这当中的很大的差距 你就是要从量上面 源头上面帮我们去解决 欧洲有好多很好的猪油 猪油猪肉 为什么我们把它进口了 所以开源 节流 做消极的管制 积极的去推动这事情 宋楚瑜没有财团的包袱 一定愿意做这些事情 朱立伦先生的提问 接下来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持人 首先我要告诉朱主席 我们在过去的说明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朱主席还是选择不听 而且继续用他的方式来贴标签 首先我要说明的 就是在2012年 这个Codex 有这个国际标准出现 所以在2012年的7月 民进党中央也对外说明说 我们会参考国际标准 在那个之前确实是没有国际标准 因此我们的党团 采取的是一个零检出的态度 至于到美国去 我要在这里跟朱主席报告 我没有跟USTR 谈到具体的美朱的问题 倒是你去了好像也谈了不少 你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你说 你如果周边国家对美朱的议题立场一致 台湾也没有立场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回到了台湾 却是对台湾人民说不可以拿其他国家的标准 来作为我国的标准 朱主席 你要怎么解释你的立场的不一致呢 我觉得朱主席或许真的很在乎台湾人的健康 但是我觉得你更在乎的是在选举里面的政治的操作 只想替我贴标签 我说过 开放的问题言之过早 因为它牵涉的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而困难的谈判的过程 我们现在谈进口 这件事情是真的言之过早 而且我也说过 维护国人健康的基本立场 我不会退让 猪农的利益 我也绝对不会被牺牲 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 我们一定要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 让民众可以安心 每一个生产的过程都受到严格的监督 让人民对维护食安制度跟执行的信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 我们要加强产业的竞争力 绝不能牺牲猪农的利益 国民党以贴标签的方式认定 我们要开放美猪进口 我讲过 现在要不要开放 都言之过早 我要再说一遍 我绝对不会牺牲猪农的利益 而且我会更积极的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不仅在国内市场不怕竞争 在国际市场也消得出去 我要再一次的说 我们TPP的谈判 是将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谈判 如果过去八年 马政府有做 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 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 做困酬成 也不会坐在这里 让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来操作这个议题 造成我们将来面对 国际谈判上面的这种困难 所以我将来 在每一个谈判的过程中 我都会沟通 我会跟产业沟通 我会跟人民沟通 我会跟在野党沟通 我会跟国会沟通 我会跟着人民 大家一起来面对 这个我们共同要见解的挑战 接下来请宋楚衣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半 朱主席 蔡主席 最近十多年以来 两岸交流中的经贸 往来是越来越密切 虽然民进党始终怀疑 台湾的经贸向中国大陆倾斜 但是务实地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台湾的经贸不可能自外于大陆 所以两岸的政治的制度 基本上存在了相当程度的差异 这也造成在两岸 经贸往来当中 产生了两个大的问题 那就是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 能不能够确保 两岸交流的红利 会不会被少数的买办的垄断 我请问朱主席 蔡主席 你们两位是不是同意 如果你们有机会要逐政的话 政府里面 特别是您自己和你的家人 包括政党 他们是负责两岸事务的官员 跟党制的人员 三等之亲之类重要目的 不会假公即吃 再请教两位主席 你们如何去保护台商 而大陆上常常要有关系 才能打得通 是不是能够不要依靠特定的买办 而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两个问题 先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刚才宋主席的提问 民间党对于 与中国大陆的经贸交往 也从来没有排斥 我们注意的是风险的管理 我们希望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所产生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安全的这一些风险 我们有一个好的国家的机制 可以来对应 以至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在民党执政时代 我们就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估的基础 跟一个管理的机制 到现在国民党的政府 还在沿用当中 所以在制度上的风险管控 其实是我们注重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将来 持续的用风险管控的这个精神 来管理两岸的这个经贸的交流 倒是两岸经贸交流当中 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 我们必须要拿出产业的政策 必须拿出国家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的业者 帮助我们的企业 让他们不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 以至于我曾经说过 我们要组国家队 我们要做台商最大的后盾 另外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确实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 最苦恼的事情 也是民众最反弹的事情 也是两岸的经贸的红利 被垄断 被买办 说垄断 而这些买办 很大的程度 都是跟国民党 有相当关系的人士 国民党在过去的八年 每一次碰到被质疑的时候 就回避这个问题 就逃避这个问题 假光这个问题不存在 民进党 我们一再地提出这个问题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也问过马总统很多次 我也问过 我现在要问的朱主席 你要怎么样处理 你的党 还有你的党的很多的朋友 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 甚至形成是一个买办的一个集团 那朱主席 你要如何来面对 你的党的生态 而这些人 现在都还是在国民党里面 位居要职 具有影响力 那朱主席 我不知道选完以后 你还是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如果你还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你要如何面对 这个国民党的这种生态 那尤其是家人 尤其是自己 或者是处理两岸事务的官员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有利益回避 我跟我的家人 绝对不会有两岸的这种 这种投资也好 或者任何的贸易的行为 但是我也希望朱主席 能够做同样的承诺 至于两岸事务的官员 或者牵涉到两岸的往来 处理问题的人 我要至少一定要阳光化 我们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管制 继续请朱立文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两位主席 刚才宋主席的这个指教 对于两岸经贸往来 这是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努力的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分散风险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对大陆的整个的贸易的依存度 事实上已经比民进党时期稍微下降 当然台商权益是我们最为重视的 台商最怕的是风险 风险当中很大的是一个政治风险 民进党长期以来不确定 不稳定 不明确的两岸政策 是所有台商目前最担忧的一个政治风险 那朱立文一定要确保所有台商 一个非常稳定的两岸关系 同时双方现在所有的往来 已经建立了机制 尤其这八年来 都是部会对部会 直接来建立过去没有的一个联系 那将来这样的一个管道 我说我要提升到跨部会 当然就是要恢复原来陆委会 能够有行政院跨部会的一个功能 能够让大陆方面也做到同样的功能 解决所有台商的问题 第二 朱立伦从政的第一天开始 严格要求 不管我当县长 我当市长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利益勾结 更不容许任何家人或任何相关人士的作为 如果委者一立原办 这是我的作风 一样担任国民党主席到今天 至少现在的国民党中央 绝对不容许有这样子的过去存在的现象 但是我要提醒蔡主席 您可能不知道 也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士已经在扮演这样买办的工作 我也提醒宋主席 也的确也有亲民党人士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同心协力 要不断的改革 我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一定是公开化 透明化 法治化 透过所有相关的规则 不容许有这样子的现象存在 那我也特别要回应一下刚才蔡主席 朱立伦有讲得很清楚 一定要根据国人的健康 当然也参照周边国家 蔡主席可能不太清楚 周边国家 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美国猪肉进口 所以您所谓的沟通 事实上你的沟通 你一直强调沟通能力 不要忘了您过去参与过的WTO谈判 有一项很重要的成就 就是你沟通的结果 那时候把我们的米酒 涨了六倍 这是您参加WTO的结果 一样的现在面对美猪 我相信你的态度一定要坚定 就像我跟宋主席讲的 绝不贸然开放 而重点在国人的健康标准 而国人的健康标准 不是随口讲讲 一定要有科学的根据 根据我们的饮食器官来订定 我想这才是一个理性的作为 继续请蔡英文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半 谢谢 朱主席刚才讲的周边的国家 是中国大陆是在其中 这个我想你在美国讲的时候 恐怕不是把中国大陆放在心里 倒是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从2008年开始 总共有四位立委 因为涉及会选 遭到法院的判决当选无效 以至于必须要重新补选 会选扭曲了选举的结果 伤害了民主 导致补选更是消耗社会成本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还是有人没有学到教训 在投票日前不到一个月 我们又看到政党邀请了上万人 免费吃流水席的活动 这场活动 有候选人的后援会居民动员 有政党的秘书长到场 有立委候选人穿的背心到场之翼 瓜田里下 说和选举没有关系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目前检方已经着手侦办这个案子 涉案的对象都是国民党籍 朱主席请问你要如何说明 国民党说 这是一个岁末感恩餐会 但是朱主席说这是尾压 究竟是感恩餐会还是尾压 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又是谁出钱 朱主席除了说是民进党的谋会之外 这些事情你是不是需要 要进一步的说明 在选举期间提供免费的餐饮 是法务部公告的 禁止的会选行为 请问朱主席宋主席 这种风气我们要如何来遏制呢 先请朱立伦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民主政治绝对不容许任何的会选 这是我一直坚持坚定的立场 不管今天是任何一个政党 只要涉及会选 一路开除党籍 或者是严格的查办 那我们看到 刚刚蔡主席已经为审宪判 我跟蔡主席说明一下 您是学法律的 不需要针对于今天报纸写的 或者是民进党某一些发言人指控的 你现在就来指控 今天一个议会的党团 她的办的活动 马上就来具体的指控 我想唯一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蔡主席非常非常关心 新竹市科建门立委 您的爱将 您最爱的国会改革的对象 希望她能够当选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场合 来谈到我们真正的民主 大家关心的今天总统大选 事实上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我们具体的政见 我提出来国会改革 蔡主席很可惜 经过了这上一次的辩论 到这一次的辩论 我终于听到 您也支持了议长中立化 但是对于我提到的 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议事效率 怎么样在避免黑乡 避免协商 这个不透明的问题 我倒没有听到蔡主席 有什么样的说明 我另外还要提醒蔡主席 国会改革真正的重心重点 都是希望让我们台湾能够更好 它不是为了哪一党 它是为了全民 只可惜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考虑的只是政治 只是选举 让选举的过程 来干扰到立法院 这个会期要通过的 国会改革方案 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如果我们当中 逐一轮当选 或者另外两位 其中一位当选 将来来推动国会改革 一定全力以赴 但是它的困难度 一定会高于 任何一届的最后一个会期 台湾的民主政治要向上提升 用贴标签 用抹黑某一个政党 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国民党经过了 二十几年民主化的改革 蔡主席 你现在很多的一些想法 都还停留在 您的政治恩师 李登辉总统 担任国民党主席的那个时代 国民党经过民进党八年的清算 跟所有的清理 事实上现在都已经很清楚 那时候您担任副院长的时候 您做出的所有最严格的要求 我们不但全部都做到 而且朱立伦还捐出了 所有我们认为闲置的资产 将来只有公益化 透明化 我相信这是国民党改革的目标 不会改变 蔡主席 不要再拿国民党 这些当作你的政治提款机 蔡英文女士的提问继续 宋锤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蔡主席刚刚所提出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点到了台湾 今天走向一个真正民主当中 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金钱介入我们的选举 坦白讲 过去民进党总是认为 国民党有党产 因此他有钱 能够做这些金钱上面的游戏 用钱去换权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走过非常艰辛的过程 今天民进党也变成了有产阶级 蔡主席 您看看您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好多的小猪 就不少都已经有好几亿 还不够还要继续来加码 这就说明今天台湾的选举 为什么让有能干 有能力的人老是出不了头 他没有政党的奥援 他没有金钱的资助 我们看到台湾的选举真正的问题 不是在看到他们两个又在吵来吵去 你指到我 我指到你 而是今天我们要真正把台湾的民主 重新升华和进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将来一个选举公平法 这个当中就是不能够再让那些财团 用钱来买权 然后用权来换钱 这个才是真正台湾民主未来真正的方向 因此将来我们不止这些所谓的选举公平法 要制止这种金钱汇选的事情 更要制止那些做假民调的人 严格讲起来 台湾如果让这些假民道误导我们的台湾的民众 诸位看到西方的制度引进到我们台湾 在这个艰辛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有很多的这些差弃 我们与其去抱怨过去 不如是看到未来 我们的未来国民党必须要把党产的问题 向人民做个交代 那就是不当的党产 尤其是很多的不当的日产 必须要归还给人民 但是蔡主席 我要必须说 民进党现在的金钱经费 绝对比宋楚瑜大大有余 到处看着看板 到处你们看着这些 这个造势 严格讲起来 宋楚瑜比较吃力 但是我不需要抱怨 因为我也走过以前的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在国民党的时候 民进党也向我抱怨过 所以我也不能够说 我不能够对过去的事情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让我们好好的从制度上面 找回台湾人对民主的信任 让真正选嫌与人的这个风气做好 与其去谈会选 还不如讲会做 能够好好做事的人 接下来第二回合的交叉结问 请朱立伦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半 主持人 宋主席 蔡主席 这个问题是有关最低基本工资 我在特别上一次的辩论会当中 提到战略三册 就要把我们基本工资调高 四年内调高到三万元 这样打工的实心组 也可以有180元 劳工是国家的资产 我们最重视 蔡主席您三天前 在电视证件会当中回应了 你讲了半天 我想你就说 你的意思就是反对 可是蔡主席 我可不可以请问您 您在2011年9月27号 跟高雄劳工座谈的时候 你明确主张当年度的最低工资 就要调升到两万两千元 你当时还说 每个劳工至少要抚养1.25人 如果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至少要两万两千元以上 那个是五年前的事情 现在朱立伦主张 明年也就是第一年调到两万两千两百元 你说这是无效的药方 太过理想化 蔡主席是不是因为现在民调高了 你反悔五年前的话 不认账了 你现在反对调高 就是背叛劳工吧 我也想请教宋主席 对于基本工资 以其维护我们劳工朋友 基本生活尊严 所需要的这样的基本工资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朱主席的指教 朱主席说要把基本工资 调到三万 可是你的副手 网如选在前一天说是四万 可见连资本工资这么重大的政策 你们两个好像也没有谈过 也没有精密的诸算过 也没有审慎的研议过 所以我提出来的 并不是我反对增加基本工资 我提出来的是 朱主席 你讲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经过精密的估算 有没有跟你的副手 好好的讨论过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六三三 还是另外一个三环三线 朱主席 我刚刚也讲 就是说经济政策 其实是一个很严肃 很艰巨的问题 如果靠修法 就能解决低薪的问题 靠加薪 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景气 就可以回来 我们经济就可以往前走 那我想这个世界上的经济问题 就不会那么复杂 那现在全世界陷入这样的经济的困境 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相信如果你这一套行得通的话 诺贝尔奖一定会落在你的身上 可是你所讲的 加高加薪 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这些药方 在其他的国家 我没有看过成功的案例 那如果说大家修法律 加薪 加基本工资 就可以把经济能够恢复动能的话 那我想这个经济的治理 一定是一个不会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你到了七大工商团体的时候 你又说回去了 你又附加了好多的条件 所以 朱主席 你所讲的 究竟是哪一个才是你的想法呢 你是在七大工商团体呢 还是你进来在这里 这个场合讲的 所以我要再一次地讲 我们没有反对 调高基本工资 事实上你如果仔细听 我刚才又讲了一遍 我们要订定最低工资法 在最低工资法的里面 我们希望每一年 有一定的 按照一定的标准 来调最低工资法 我们调最低工资法 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劳工 有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的资助 让他们的生活 可以无于不要陷入贫穷 无以为继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基本工资法 我们需要立法 也希望能够定期的 每一年来调整基本工资 不要到了选举的时候 才想到要调基本工资 这个是我的基本的想法 至于就是说 您一直批评我们说 我们没有 我们只调了一次 但是我们在2007年 是大幅的调基本工资 我们调了9% 再加上2005年 实施劳退心智 劳工提拨的6% 其实辞职已经加薪了15% 国民党执政的 5次只调了15%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朱立伦先生的提问 继续请宋锤新人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朱主席 谈到这一个 大家非常关切的 我们薪资和基本工资 的问题 其实听到他们两位 所讲的话 好像我们在选举 就是一个基本公司 叫卖厂 大家在喊价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 那就是作为一个 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刚刚蔡主席也讲过 那就是全世界 看来用加薪 就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那我们干脆今天 就定一下下 每一个基本工资 定价在50万 不是更好吗 何必再是那么小气 小吏小气的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我们今天政府 不能够把今天 薪资低的责任 全部推给企业界 我们尤其政府 不能够把我们的社会福利 这种想法 让企业界变成提款单 我们要企业界去承受 所以真正讲起来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企业界有企业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在政策上面扩大内需 政策上面如何改善 我们的经济的体质 更重要的 我们是要扩充 台湾的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这是政府的政策层面 我们能够做的 而不是强迫 要我们的企业界 你要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的劳工 月薪两万块钱的 五十三万人 月薪三万块不到的 一百八十多万人 你去看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过 从政府的层面来讲 这是我从蒋经过先生那边学到的 那就是对于基本这些 贫穷的这一些劳工的 社会福利的部分 我们政府另开裁员 帮他们去处理 包括刚刚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劳健保 何者是让这些三万块钱以下的 这些劳工的 那个所谓六比四 六三一的部分 劳工的部分 由政府另外想办法替企业界来出 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好 政府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所以因此 我们跟劳资的关系 要好好去调 而不要 虽然只用调新的办法 我们看到最近大陆上面 也产生同样的问题 提高工资 相对的 人民的要求 但是经济上面也受很大的影响 现在有这么大的市场了 你看大陆上世界工厂的机会 转到台湾 让我们好好的 抢这个机会 提升我们的公司 提升我们的经济 继续请宋楚怡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半 刚刚我提到 就是民进党 越来越国民党化 变成了有产阶级 蔡主席 您可知道 民进党离本土越来越远 朱主席 当淡水的阿嬷 劝你要出来参选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有多少的国民党的从政党员 不知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您不会 大家都在找淡水的阿嬷 您不会在最后选举前夜 淡水阿嬷突然冒出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 不是在讲这个问题 是要多倾听人民的声音 上一次 我记得我们在公开辩论的时候 最后那个问题 你们两位好像都没有答 那就是这位女士提到 过去一年 国民党除了换柱 没有其他 其而不舍 排出万难的重大决策 而一切笑马尤人 但是蔡主席也提到很多的愿景 四年为期 又能够做到哪件事 如果做不到 要怎么负责 来证明 不会变成马总统 2.0 请您认为 到底未来 你们两位 是不是对于 倾听民意的声音 能够放下 政党的恶斗 让人民真正感觉出来 你们每天讲国会改革 但是 哪一件事情 90%以上你们的政党 却没有做到 请朱立伦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宋主席 非常谢谢宋主席的指教 过去 这将近从立法院开始 一路走来 尤其担任县市长 担任地方首长 这5600多个日子里面 每一天在基层 倾听民众的心声 我今天做的 不管公共托育中心 幸福保卫站 课后辅导 以及我们 所有家长关心的 孩子关心的 所有阿公阿嬷关心的 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是政府最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每一天 都在倾听民意 当然 宋主席刚才有指教 我相信朱立伦 坚定地站出来 最重要是要让 全台湾的阿嬷 全台湾的阿公 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定 有一个确定 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大家能够很安心 很放心 这些具体的政策 就是我提出来的 那当然刚才宋主席也指教了 包括我们的加薪带动成长 蔡主席说 只不过这样可以成功 就要拿诺贝尔奖 蔡主席 你离财经界 离学界 实在太久了 您不晓得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学者 都共同主张 用加薪带动成长 当然 并不是利润带动成长 完全不可行 只是供给需求面 需要一个拉动 一个推动 而加薪带动成长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企业 能够加速转型 台湾过去这几年来 企业之所以很多 没有办法升级转型 工业4.0推动还不是很成功 智慧化生产 还没有办法取代很多劳力的生产 毕竟廉价的劳工或薪资过低 的确是问题 你说我随便喊一个数字 蔡主席你的理论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一个基本劳工要抚养1.25人吗 用你的理论算一算 朱立伦算出来的答案 是不是最简单的算术问题 完全跟你2011年的主张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现在碰到大企业 就开始转弯了 所以宋主席多次讲 现在民进党变成一个大有产阶级 因为大有产阶级 就忘了劳工很多基本的一个需求 至少我们要给劳工安心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需求 加上经济理论 欧美国家都已经在推行 当然我们不会是盲目的 我们必须是沟通的 不会是只有加薪 包括整个企业的成长 大学毕业生 如果经过训练加职训练之后 4万块 王如雪女士所提出来的 跟基本工资根本是两回事 蔡主席我很遗憾 用这样的方式来指控大家 我们希望我们心平气和 来讨论基本工资 我想对台湾比较有利 继续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持人 刚才的几个问题 朱主席都选择去答了别题的答案 对于我提出来的 或者宋主席提出来的问题 都没有针对的来回答 不过我想这也是朱主席 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参选总统以来的 一贯的态度碰到了敏感的问题 就闪过去 那碰到了答不出来的问题 就达到别题去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要针对宋主席 所提出来的问题来回答 刚才宋主席说 我们越来越像国民党 很抱歉 宋主席 这个我没有办法 同意你 我们的募款是公开透明的 我们所有的募款 都是小额募款 而且我们都有公开 尤其是在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中 所有我们的收入 所有我们的支出 都全部公开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朱主席 把他的戏目公开出来 尤其是前一阵子说了 只花了500万 我想选举只剩下几天了 如果只花了500万 来选举这一场选举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所以公开透明 就是民主政治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不可道人支持 我们来自于 我们支持者 对我们财务上的支持 他们用小额捐款给我们 让我们更能够去 倾听人民的声音 去跟人民在一起 做人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机制 其实就是确保我们 必须要倾听人民 必须要跟人民在一起 如果我们跟大财团拿钱的话 我们可能只听大财团的 七大工商团局 我去的时候 我跟七大工商团局说 他们不需要投资政治人物 他们可以拿钱省下来 来照顾他们的员工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来自 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包括财务上的支持 而且是小额募款的支持 这样我们才会 真正的跟人民在一起 才会真正的去倾听 人民的声音 我们长期以来 跟弱势者在一起 跟劳工在一起 我们对于劳工 在这次我们负责的提出了 一个完整的劳工的计划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基本工资法 我都想过了 那刚刚这个朱主席 还是弃而不舍 要来把我们讲成 是一个背离 背弃劳工 我相信劳工朋友 一定很清楚 民进党跟他们的沟通 远远比国民党 跟他们的沟通来得多 来得多 近来对我们的抗议的 这些朋友们 我们也会很耐心的 去跟他们沟通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弱势者是我们要沟通的对象 是我们要寻求支持的对象 民进党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我们是跟弱势者在一起 至于我的愿景 在我的五大研发计划 我的五大安心计划 五大创新研究计划 都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对于他的执政的愿景 最好说明 接下来请蔡英文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半 我在这里要问一个考古题 应该对朱主席来讲 不会是太困难 对宋主席来讲 也不会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在民主国家的政党中 国民党有一项 无法被超越的记录 被称为是全世界最有限的政党 这个还没有离开过国民党 国民党到现在都还是 全世界最有名的政党 这个对国民党而言 只要有钱就可以 也许对国民党来讲 只要有钱就可以不顾民生 但是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 大家都觉得 是一件难以交代的事情 也是台湾转型正义 没有完成的一个象征 国民党的胆产来源不正当 用途有正义 过去国民党利用执政之变 不但取来不动的胆产 而且还经营党营事业 一个执政党竟然可以开公司 做生意 还说没有特权跟舞弊 大概没有人相信 国民党每年坐收几十亿的收入 这样下去 台湾的政党的竞争 哪一天才会公平 就算是交付信托 也只是做做样子 国民党仍然有控制权 信托没有办法成为 党营事业的支支修部 所以我们主张要制定政党法 让政党只能以政治现金 政党补助金 党员党费为收入 政党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投资 经营事业 我想请问宋主席 先请宋锤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蔡主席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坦白地讲 我这次参选 我内心里面感受到最深的 就是我没有包袱 我没有党产的包袱 我没有财团的包袱 我没有这些大佬恩恩怨怨 我还要继续要跟他们争吵的包袱 我放下了 坦白讲 我完全同意 在选举之后 国民党必须对于过去的党产的问题 向人民有一个交代 特别是很多的日产的问题 那是国产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还给人民 我随便讲一件事情 那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是在我任内 那个时候大家都诟病 说你怎么可以侵占国家的财产 那时候还是陈水扁当市长 那时候经过协调 那就干脆把它买下来 但是国民党买下来之后 你看 那个的土地使用的 那个规则又变掉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 蔡主席 你也有党产 我也有党产 你晓得吗 国民党有的是金钱上的党产 民进党有的是你们党的先进 当年为基层的民众在发声 在为台湾的民主本土化创造 但是好像你们不太重视这个党产 国民党的党产 真正讲起来 最好的党产 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 那一个基本的思想 让主权在民 天下围攻的那种做法 国民党 你们把它丢了以后 我很乐意地 变成清明党的党产 这个党产是无形的党产 而不是有形的党产 李白写了一首诗 千金善尽还付来 金钱不重要 但是真正一个政党的基本的主张 那才是真正传之久远 让他的党员能够奋斗 亲民党是一个理性中道 而真正优质 把人民的小事当政府的大事 我们愿意来把这个两个 对立的政党找回来 因为台湾人民 真正在乎的是这个的财产 建立台湾人民千秋万事 自由民主的财产 这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 那一份我们要的主产 蔡英文女士的提问 请朱立伦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持人 谢谢蔡主席的提问 也谢谢宋主席的指教 蔡主席 我一开始就讲 谢谢您对国民党 二十几年来的关心 我必须承担 国民党过去 不管从李登辉主席 宋楚瑜秘书长 一直走到今天朱立伦 我都必须承担 你们讲的很多的故事 我也都是从各位 宋主席身上 从蔡主席的恩师 李主席身上 才听到的很多的故事 这些精彩的故事 的确是国民党很大的包袱 但是幸运的是 朱立伦没有包袱 朱立伦没有这些历史的包袱 我坚持就是清清白白 我坚持一定要改革 我们国民党最大的资产 我从第一天讲就是创党的精神 要跟人民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大家过去的批评 公平正义的部分 我坚持一定要做到 民进党可以背叛劳工 我们绝对要跟劳工站在一起 民进党可以背叛农民 我们要跟农民站在一起 民进党可以不关心 今天青年爸爸妈妈 所关心的弱势孩子 所关心的吃饭的问题 我一定要坚持地做到 党产的确有经过民进党执政八年 各位观众朋友 想想蔡英文主席 曾经当过民进党的高官 尤其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你不清楚 陈水本总统会放过国民党吗 八年彻底的清查 彻底完整的搜索 所有的党产经过你们整理之后 这叫行政院的报告 另外一笔就是监察院 由民进党推荐的黄黄雄委员的一个报告 这个完整的报告 也告诉大家 什么是不当党产或不正义的 全部都已经归还 267件全部都已经归还 所以宋主席刚才讲的故事 或蔡主席讲的很多故事 都是存在在 您的恩师 李登辉总统时代的很多的故事 然后我们要求朱立伦 不但归还这些所有的争议性的党产 另外也对于司法诉讼的 全部归还了 未来除了留必要的办公室以外 全部要做公益 最近民进党指控 国民党关系的中投去卖土地 说是为了选举 蔡主席 上个礼拜如果真的去招标 为了选举 您对土地买卖比任何人都专业 你想有可能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前做这样的买卖吗 那只不过是要来清偿很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我们有五千多位以前的党工 包括宋主席很多的好朋友 蔡主席的很多好朋友 这个退休金我们一定清清白白面对国人 以上是今天的交叉结问 现在休息五分钟 马上回来进行最后一个阶段 三位候选人的结论